歡迎收看 人體內有許多重要的通道 通道一睹你就知道 那就是中風對不對 塞車了會產生哪些可怕的情形呢 淋巴塞住了 小心惡疾早上門 我們知道人體的循環系統 就是動脈出去 靜脈回來 但是在某些血管到不了的地方 它就是靠一些滲透壓 然後去交換這個物質跟水分 所以其實人體還有另外一套系統 就是所謂的 來把這一個所謂的液體把它回收 這個綠色的線 因為我們看一般醫學的圖 紅色就是動脈 綠色就是靜脈 綠色就是板南線 對 那這個一點一點的就是淋巴結 然後綠色就是淋巴管 然後這一個一些淋巴器官 包括骨髓 包括胸腺 還有扁桃腺 還有皮脹等等 對 那一般來講呢 人體體表比較摸得到的 就是頸部 腋下還有鼠膝部 那還有在溪果窩的後面 其實也都會比較容易摸得到 那比較容易造成這個淋巴結 腫脹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淋巴的這個循環 它跟我們的水分的循環系統 還有免疫系統有關 那這些淋巴結 遇到你外來的這個物質的 一個清洗的時候 比如說你受傷或病毒感染的時候 他們這個淋巴結就會擴建這個前哨站 然後讓你集結病例 去對付這些外來的這個東西 所以一般來講很常見的淋巴結腫 都是跟發炎有關 不過有時候有些特殊的狀況 它也是會造成淋巴結腫 比如說癌症 那我一個21歲的女孩子 那她就是因為頸部淋巴結腫 一般就想說大概是蛀牙或感冒引起 那所以她就是也不以為意 可是腫了大概一個月沒有好 那她就去找耳鼻後科醫師 那鼻後科醫師第一反應也是說 你會不會前面有感冒 所以造成她腫 所以就請她再觀察 然後開一點消炎藥給她 可是等到再過一個多月 也就是前前後後過了三個月 她發現這個腫沒消 而且好像第二顆又跑出來了 所以她就是跑來我的門診這樣子 幫她做了一個檢查 就是假狀腺長了腫瘤 那時候開刀下來 是一個所謂 假狀腺的乳塗癌 假狀腺的癌症最常見的 就是乳塗癌跟濾泡癌 那所以處理完之後 其實她的病也就好了 可是問題是說 20初頭歲就得癌症 她就變得非常非常猶豫 所以她就變成說 她就把自己封閉在家裡 也不敢交朋友 也不敢幹嘛 那時候我們就跟她講 其實她非常非常幸運 因為一般年輕得癌症都很不好 但是甲狀腺除外 甲狀腺是極少數極少數 所以在慢慢這樣子開導回診之後 後來她現在也已經結婚生小孩 然後我也吃到她的明月禮盒 她準備要再生第二個 這個是十多年前的故事 所以一般如果是有淋巴結腫 可是你真的自己也判定不清楚的時候 盡早就醫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淋巴腺大家會覺得說 它就是一個方式 事實上它是我們人體一個保護 我們人體的一個基準 你身體淋巴腺幹嘛 它產生淋巴球 那淋巴球它會產生我們的那些抗體 去對抗那些微生物感染這些 所以它是我們的淨味菌 可是它為什麼會突然腫脹疼痛 因為你感染很嚴重 它大量的工廠在加工製造的時候 就會產生那個腫脹的情形 所以但是很多時候 這個反而是一個警訊 可以告訴我們 你的身體是不是有一個什麼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 病人不會講話表達不清楚 我就舉一個案例 他知道糖尿病 他們有一個神經病變 有時候腳完全沒什麼感覺 那一天他平常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那我們查房的時候 我們都會帶著那個護理同仁 大家一起查房 那一天他就完全都不講話 很憂鬱的樣子 然後跟我講說 洪醫師你可不可以請護理人員先離開 他就給我看 他就說他的那個 右側的那個腹骨溝那邊 長得那個硬塊 他一直覺得說 因為他那個是一個很害羞 他會覺得說會不會有一些什麼 性病什麼 他會覺得不好意思 那我跟他摸了一下 事實上是四五顆的那個 淋巴結腫脹 然後結成一坨 然後就會像是一個硬塊一樣 這個東西 那我就問他說 你的下面的腳有沒有傷口 會不會疼痛等等那些 那他就說還好沒有 那我就覺得 那你就再觀察一下 過了幾天 他在洗腎鍋過程當中 就開始 忽冷忽熱 花高燒 那我就發現 我突然想起他那一天 我給我看過他的那個淋巴結 那是在右邊 我就仔細的把他的 因為我覺得他可能神經 有一些病變 所以不會痛 不會痛 對 那我就仔仔細細的看 很奇怪 他的 你知道我們的腳 腳底的皮不是很厚嗎 對 他的腳底的皮下面 好像一個玻璃 然後下面裡面有一些水 在那邊跑來跑去 而且那是白色的水 那我在想說那個大概就是一個化膿 我認為裡面應該是一個膿 因為你壓下去 它會跑來跑去 那後來我就剛好 因為它發燒 那這邊又有一些淋巴結 我覺得感染源應該那個 後來就轉到那個急診室去 急診室一試一看 就知道那個是一個感染源 就把他的腳皮切開來 那切開來 他們去手術室裡面 那個膿就跑出來 而且很深 他一直挖一直挖 那後來 打了抗生素什麼那個 還是控制不住 後來他那隻腳是 對 但是那個你會發現一般人 如果說已經這麼嚴重的感染 應該是會非常痛 對 但是他因為他那個糖尿病 神經病病 其實沒什麼感覺 糖尿病就算 神經系統沒那麼快 像腳 壓到腳 那個腳到車壓到腳到腳 很廣告耶 一樣 那我就問他說 他說大概兩個禮拜前去海邊 應該是有刺到那個貝殼 他那一天覺得腳痛痛的 可是他自己塗了一些藥 那外面的那個傷口已經好了 可是裡面還在感染 對 所以變成裡面那個像一個 但他每天走路都不會有感覺 沒有感覺 其實我很多那個糖尿病組 你知道糖尿病剪腳趾頭 就有一個傷口 你去給他換藥 你知道他有時候已經 肉都已經爛到那個 看到那個基建了 你去給他每天那個換藥 都不會感 都沒有感覺 你不用打什麼麻醉針 什麼的 嚴重的會要這麼嚴重 甚至你知道那個熱水 你知道嗎 那個熱水 他們都不會有那種冷熱的感覺 對 已經到會燙得 他的腳整個這樣泡到那個熱水去 他不會縮回來 他就這樣泡到 掌水泡 起水泡這樣 所以很多 所以很多糖尿病病患 他冬天用電腦 燙傷都不知道 所以要注意 所以要常常涼血糖知道嗎 那我 因為我們這本身是嘉醫科 那我們是 我們都會幫小朋友打一些預防針 那我這個案例的話 大概是一個一歲多的小朋友 那那小朋友 他那時候來 因為我們都會打預防針 所以會幫他先做一些 基本的身體檢查 但你講說奇怪 怎麼 奇怪怎麼會腫腫 然後摸起來他就覺得痛痛這樣 他媽媽說沒關係 那個是他上個月 自己在那邊抓頭皮 然後抓傷了之後 然後感染而已 所以淋巴結一定會腫這樣子 後來他到兩歲多的時候 他又回來 因為剛好也要打預防針 然後回來的時候 我想說上次病例有記載 那我就這次在想說 那我再幫他檢查一下好了 就這樣 奇怪發現 而且有些還腫的大概 長到兩公分以上 我就覺得 開始有一些警訓的症狀 開始出現 或者仔細問這個媽媽 媽媽就跟我講說 他有時候就是會突然 下午突然燒起來 那可能會燒個兩三天 而且連續都下午燒 那燒的時候 而且發現說他最近 體重怎麼養 都養不胖 體重一直減輕 一直減輕這樣子 那我說這樣不行 你這樣一定要再去那個 小朋友的血液腫瘤科看一下 結果後來去的時候 他們趕快幫他切片 就發現說 真的是 對 那其實的話 我們這邊還是要跟大家講說 其實一般 一般的我們這種 淋巴結腫 其實基本上都是良性的 有時候感冒淋巴就會腫 對 光感冒就會了 所以它是一個警訓 告訴我們 比如說頭頸部的淋巴 你要往這邊查 有沒有感 搞不好是 搞不好是 那下面的 搞不好是 他一個香港腳已經在感染 這些都有可能 這是警報系統 警報系統 就像扁桃腺一樣 對 扁桃腺 對 扁桃腺是另外一塊 我們感冒完 或者是像洪醫師講的 如果蛀牙 然後你有鼻竇炎之後 有頸部淋巴腫起來 可是腫起來之後 有很多病人其實沒有消掉 沒有消掉就是 可能會跟他吃幾年 可是其實不要擔心 這其實不會變成病變 大部分都不會 只要是 或者是 你摸起來可以移動的話 其實都OK 對 可是要注意 如果它突然有變化的話 就要特別當心要來看醫生 我要分享的就是一個 四十幾歲 有一個我的病人 他來的時候就是 看就是他的脖子 就是來看 他說他那個腫塊 已經十幾年前 有一次感冒完之後 就有了 然後他那個時候腫塊就是說 摸起來就是像剛才講 軟軟的 也都不會痛 然後也是滑得動這樣子 然後小小的 大概才零點幾公分 可是他最近突然這幾個月 就開始慢慢變大 而且有點硬 甚至有點咬住肌肉 就是不會動 推不動 感覺就是像 有一顆石頭在脖子裡面這樣子 做完電腦斷層 幫他切片之後發現 他居然是長腺癌 然後脖子長腺癌的話 第一個想到就是 離脖子最近的當然就是肺 我想要去找胸腔那一顆 胸腔那一顆 做完檢查之後 再轉回來給我 問我說 什麼問題都沒有 這時候幫他再去做全身檢查 之後發現 他在大腸長了一顆 大概一到兩公分的大腸癌而已 然後就這樣子跑上來脖子 所以是過散嗎 對 就是淋巴結已經轉移了 所以可是遠端的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說 你的淋巴結 如果真的是跟你十幾年 可是突然有變化的話 也不要掉以輕心 對 就是不知道他跑哪裡去了 對 這其實有點恐怖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請你再按再按下鈴鐺 可以訂閱我們 不要按下鈴鐺 而且我按下鈴鐺 還有鈴鐺 請訂閱我們 為了 emergency 請訂閱我們 按下鈴鐺 佩動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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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